宋江 金玉珍主演的《与恶魔有约》是近期在Netflix上超热门的韩剧之一 不仅宋江与金玉珍的超强火花引起高话题 金玉珍在剧里眼活傲娇财发女也受到许多喜爱 而最近同位同心出身的李世龙 在新剧《猎女普世契约结婚传》的表现也很亮眼 以下八位韩剧人气同心近况 金玉珍与恶魔有约李世龙《猎女普世契约结婚传》演技备赞 条恩斌有望演杀人魔金赛伦准备复出 他有望搭卷号演Netflix韩剧 一 金玉珍与恶魔有约演活傲娇财发女演技自然出彩 金玉珍四岁就已拍摄广告出道 曾出演过宋慧桥 韩啸周等多位韩剧女主的童年时期 也因在古装剧《拥抱太阳的月亮》展现生动演技 受到大众喜爱 而金玉珍在拥跃后也有持续演戏 从小时候演到长大成人 成年后金玉珍主演的《云化的月光》 《便利店星星》及《红天机》等都很热门 今年金玉珍则合作了宋江主演《与恶魔有约》 因两人都是高颜值男女神代表 史剧集播出后大受欢迎 金玉珍在《与恶魔有约》挑战饰演财发女都倒戏 她因在财发家中经历四面受敌的生活 早已看透了人心 个性冷漠又坚强 但在自己人面前会有傲娇可爱的一面 不少网友称赞 金玉珍在这部又更美了 还将多道戏演的生动又讨喜 表情演技生动可爱 哭戏更是超有渲染力 让许多观众也会跟着鼻酸 美貌和演技都在受肯定 而金玉珍2024年 还有合作《慕名艺能》柳成龙 安仔红主演的Netflix韩剧《炸鸡块》带上线 金玉珍在剧里饰演柳成龙的女儿 某天突然变成了炸鸡块 展开一连串故事 二、李世荣《猎女普世契约结婚传》演技获赞 李世荣五岁起成为童星开始演戏 并因出演《大肠经》《小金鹰一角》 被观众熟知 成年后李世荣主演了《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 《花游记》《成为王的男人》 《医生要汉》等热门韩剧 并于2021年末合作郡浩出演《衣袖红香鞭儿爆红》 是颜值实力兼备的年轻女演员代表 而李世荣最近也因搭档陪仁鹤主演穿越剧《猎女朴》式契约结婚传 受到许多关注 《猎女普世契约结婚传》播出前讨论度不高 但播出后因有趣精彩的剧情 热度驰声 是2023年末《黑马韩剧》之一 口碑比金玉真的与恶魔有约要好呢 剧中李世荣饰演意外穿越至200多年后的朝鲜时代女子调莲玉 遇见和丈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富二代江泰和后 勇然之下与他期议结婚 很多观众追这部都称赞李世荣演技生动活泼 演活了开朗外放的女主 和陪人喝火花也超出预期的墙 3. 调安斌无人倒的地位后有望眼杀人魔 调安斌同兴时期曾出演过《太王四神记》《千秋太后》等剧 成年后则在《求婚大作战》中首次担任女主角 并陆续出演《青春时代》 《礼判史判》《金牌救援》《恋慕》等作品 出道24年才于去年以《非诚律师与鹦鹉》爆红 调安斌今年评《非诚律师与鹦鹉》夺下百想事后 下半年也带着新剧《无人倒的地位》回归 剧中调安斌饰演拥有歌手梦的徐木合 曾受困在《无人倒》15年 调安斌不仅演活了单纯呆萌的女主 也首度挑战方言演技 更在剧里亲自现声演出 凭超强唱功经验无数观众 调安斌演完《无人倒的地位》后 最近传出有望合作影帝薛锦球出演《惊悚剧海浮刀》 该剧讲述既是医生又是杀人魔的主角 与将自己推入深渊的老师重逢后 两位疯狂天才的对决和成长故事 调安斌将在剧里饰演患有精神病的天才医生郑士宇 因涉嫌谋杀医学院时期的教授而被剥夺医生执照 调安斌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乖巧甜美的形象 要是真的挑战杀人魔角色 绝对是演艺生涯一大突破呀 李炫宇全戏恋人表现亮眼 李炫宇同兴时期曾出演《太王四神记》 《善德女王》等古装剧 后来因出演《学习之神》 《至美丽的你》 及《伟大的隐藏者》等热门影视作品 而收获高人气 不过之后李炫宇主演的电视剧《他爱上我的谎》 《武林学校》播出后水花都不大 接着又迎来入午空白期发展较为可惜 而李炫宇2019年退伍后 接演了Netflix之房子 韩国片李炫宇在剧里饰演天才骇客李约 去年聚集上线后受到不少关注 今年李炫宇则合作车银优 朴归英主演漫改剧《全戏恋人》 虽然该剧热度不高 但李炫宇在剧中饰演真实身份 是山神的韩国史老师李宝谦 表面看起来温和亲切 但实际上有着阴狠的一面 不少观众也称赞李炫宇演技张力十足 很令人发毛 五 经所炫无用的谎言 后搭档蔡中协演漫改剧 经所炫因小时候在拥越 想你的亮眼表现而知名度大开 后来在校园剧《学校2015》首都担任女主角 也评了一人分饰两绝的出色演技得到好评 成年后 经所炫主演了《绿豆船》 《喜欢的画琴响灵》 《月声之江》等夯剧 在每部作品演出都很出色 是实力很稳定的童星出身演员 而今年经所炫合作了黄明炫 主演奇幻韩剧《无用的谎言》 剧中经所炫饰演拥有能看穿谎言超能力的木绿席 展现出更加成熟的气质 但又不失少女感 得到不少观众喜爱 经所炫在无用的谎言结局后 则搭档无人导的 丁外蔡中协出演漫改剧是偶然吗 该剧剧情讲述女主人公红猪时隔十年 与她的初恋及好友重逢后 一起寻找真正爱情和弄想的故事 经所炫在剧中饰演动画片制作《批地红猪》 和初恋分手后变成不太相信爱情的人 她也是男二后英的初恋 蔡中协则饰演在美国公司任职的财务顾问江后英 十年后在遇见初恋红猪后 再次对她感到心动不已 金所炫和蔡中协都很适合这种青春剧题材 感觉两人CP感会很像啊 6.金赛伦酒驾风波一年后出演Emily和金玉珍 金所炫并称韩国同心三金的金赛伦 10岁就凭着电影大叔夺下最佳新人 14岁更急电影到西亚 再次踏上坎城银展红毯 前途备受看好 不过金赛伦成年后出演的几部作品 都没有金玉珍和金所炫的戏剧热门 很多网友认为金赛伦在三金里的发展较为可惜 而金赛伦2022年更爆出酒驾 还毁损多处建筑与公共物 形象大毁 金赛伦去年酒驾前正在拍摄Netflix韩剧猎犬 而今年猎犬上线后 很多观众其实都认为金赛伦在剧里表现很出彩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演技形象 令人感到惊艳 可惜爆出了酒驾风波 金赛伦在猎犬里的戏份被剪光 只剩下几场关键戏份 结局更被紧急修改 使剧情收尾变得草率 连累了剧组 而金赛伦在爆出酒驾一年后 于前阵子出演的歌手E.R.Brothers 和Kristine Kolas的合作歌曲Bittersweet and Me 金赛伦在MV中以金发造型亮相 网友们也猜测 这应该是在为之后付出演戏铺路 7.于成豪新剧《有望合作财阀家》李星铭 于成豪同心时期因出演电影《有你真好说》的关注 之后又因在《善得女王》 《想你》等剧里展现出色演技 被风味演技神童 于成豪成年后陆续主演了《Remember!儿子的战争》 《君主假面的主人》及《Memories》等剧 今年则出演外原创漫改剧《交易》 于成豪在剧里饰演高中层是足球未来之星的李俊成 梦想破灭后 他决心开始新的人生 莫想到却卷入了同学绑架世界 《交易》虽然热度不高 但剧集口碑蛮好的 这部是犯罪惊悚题材 剧情紧凑起环环相扣 主演群演技都在线 全剧精彩无冷场 而于成豪在剧里顶着平头造型 细腻演出了背负巨大债务的贫穷少年 内心的揪接与挣扎 代入感非常强 而前阵子于成豪也传出有望合作罗文基 世帝李星铭 田惠镇主演I'm Home 该剧改编自2004年日剧 剧情讲述 一位在学校门口经营文具店的 洪正熙摩文基 是 因一起意外失去了丈夫 他在孤独中挣扎时 一名男子郑东柱于成豪 是 找到了他 两人组成了新的家庭 是关于不是家人的人们 逐渐成为一家人的温馨故事 8 金香奇有望合作卷号演Netflix韩剧 金香奇小时候 已拍摄广告出道成为童星 后来出演许多电影与戏剧作品 并在14岁时 凭着电影优雅的谎言 拿下百想最佳电影女新人 成为该奖项最年轻得主 也让金香奇被封为天才同心 后来金香奇更凭电影与神同行 人气大涨 成年后演出的电影证人 电视剧18岁的瞬间也都备受好评 金香奇近一年来 出演了《飞起来吧!蝴蝶》 朝鲜精神科医师刘世峰两部新剧 也于前阵子传出 有望出演Netflix新剧《Core Hero》的消息 Core Hero改编自《同名浪漫》 讲述守守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 平凡超级英雄们的故事 金香奇将在剧里 饰演俊浩的妹妹江上安 因为家境困难 她必须半功半读 养成了实事求是的性格 是会体贴哥哥的董事妹妹 两人日常相处 也会闹出不少笑料 感觉俊浩和金香奇演兄妹 会蛮有趣的呢 感谢观看